今天早上桃園機場非常的熱鬧 因為第二批的巴黎奧運國手返台了 包含了林楊佩 還有戴姿穎周天成 還有這次勇奪同牌的林夢遠 通通一起回到台灣 一早就有不少的球迷粉絲 守候在機場 最新的畫面把時間交給孟潔 還來了非常熱烈的喊聲 許子怡 好 其實就是因為今天一大早 許多球迷粉絲都來到了桃園機場 要來接機 因為我們的所有國手們今天都要回來了 好 那我們現在問一下 你們今天早上是幾點來 有沒有什麼話想要跟林楊 七點來 七點到 七點 差不多到這裡 對 那今天最主要的目的是想要合照還是簽名 簽名跟合照 有帶什麼 書跟照片 是李楊那時候東奧那一陣子出的書 我們有兩份 希望可以被他簽到名 然後被他翻牌這樣 謝謝 謝謝 好 可以看到民眾就是準備了這個書 以及是合照 待會就希望說可以在這個茫茫人群中 可以被李楊給選中 或者是王麒麟來簽名 透過在管制區裡面的畫面 你可以看到他們現在到底在做什麼呢 好 試試看到他們現在提著他們的行李呢 好 準備呢 是要從這個管制區裡面出來 好 您可以看到啊 其實現在呢 他們就是準備要步入這個入境的大廳 來接受大家的祝福 哇 現場呢 真的可以說是歡聲雷動 我都快要聽不到自己的聲音 好 現在第一個出來的呢 就是李楊 現在呢 對各個粉絲打招呼 接著走在他後面的呢 就是王麒麟 好 您可以 再來看一下稍微現在的畫面 好 可以看到啊 其實呢 大家的這個歡聲呢 都非常的壞烈 都希望說呢 可以呢 來跟他們進行互動 而現在他們現在呢 這個往前走 要走到這個聯訪區 在背板這邊 進行聯訪 走在他們後頭的呢 其實還有其他的上市呢 宇宙天后戴智穎 他今天呢 是戴著了白色的棒車帽 以及是宇宙一哥周天成 他真的是笑戴著口罩 但是笑得非常的灿烂 看到了好多的球迷粉絲 跟他打招呼 也都熱烈的給予回應 好 我們再來看一下 現場的熱鬧畫面 你們老是第一名 好 有沒有聽到這個現場 真的是非常的激動啊 所有人呢都來接著 所有的英雄 一切榮耀的歸來 因為無論是不是有得牌 對於大家來說 大家真的都是辛苦了 那麼在今天早上呢 抵達桃園機場以後呢 現在他們選手們都已經進到了 這個桃園機場外頭 這邊要來跟這個球迷粉絲 來做一個互動 而且呢還有進行這個合照 好 那麼現在呢 我們再來看一下 現場的這個畫面 好 現在呢 好 現在呢 好 因為現在真的是太多喊話了 好 所以呢 我們現在呢 先來看一下喔 準備要來進行聯訪了 好 你可以看到啊 現場呢 都有許多人自製了這個布條 或者是這個花束喔 通通呢 簇擁而上 全部呢 就希望說能夠呢 獻給自己呢 想要給的選手們 現場真的是非常多人喔 今天一早呢 好 就起早來迎接 所有的選手們回來 真的是謝謝他們 讓台灣被世界看到 好 那麼現在看到喔 這個李洋王麒麟 其實呢 面對所有 需要合照 或者是粉絲的要求 基本上呢 都會接受 而且呢 都是熱情的給予回應 好 注意到了嗎 他們兩個人胸前掛的呢 就是金牌 真的是非常的耀眼 大家呢 這個鏡頭也都是鎖定 好 來狂拍 這或許就是我們一般民眾呢 跟金牌最近的距離了 大家把握機會 希望可以捕捉到 最想要拍一下的畫面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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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平常呢 在這個演唱會 或者是球場才會聽到的一些 喊到快燒瞎的聲音 記者現在在桃園機場這邊呢 也是聽到了 有不少民眾呢 一早就喊到燒瞎了 因為這現場真的是太多人 好 好 那各位選手們 那我們這邊前方放置好行李之後呢 請工作人員引導選手們到我們背板這邊來 謝謝 好 可以看到喔 好 可以看到喔 來來來 來來來來 哇 真的 有沒有看到剛剛就是有球迷粉 是在喊這個代字 我愛你喔 就是希望說能夠被聽到 現場可以說是這個人山人海 真的非常多人 如果你沒有準備這個背板 就可能就需要用喊聲的方式 來讓國手聽見大家的這個心聲 還有喊話 好 現在呢 林陽呢 移動到這個背板前面 準備要進行聯訪 可以看到不只是我們的這個媒體鏡頭而已喔 現場的民眾的鏡頭呢 也都非常的多喔 大家呢 就是來看到他們現在呢 現在先進行合照 小帶小帶 無可取代 好 他們不見了 好 先比三個人 先比讚 好 我們再看向正中央囉 好 然後呢 現在呢 準備 好 來聽一下這個現場的喊話好了 因為真的 大家聲音都非常大 好 剛好大家喊到一個段落囉 但其實呢 這個此起彼落的喊話聲都是持續不斷的 而且大家算是非常相當的有志士喔 就是在前排的民眾呢 可能拍完照 他們就會自動的呢 跑到後面去或者是會蹲下來 好 就是因為讓大家呢 彼此都可以有這個看到偶像的機會 而且呢 可以看到這個林陽呢 他們相當貼心喔 各個角度呢 都有照顧到喔 來 先看右邊 好 剛剛看中間 好 所以是對這個秋迷粉絲 都相當的貼心跟照顧 好 我們現在有一個大合照的團結 那我們是不是邀請所有的選手 以及代表團們往我們的採訪背板這邊請 好 現在呢 其他選手呢 也都來到了這個背板這邊 好 應該是要進行一個全體的大合照 喔 看到現在在周天成跟這個雷姆 雷千瑩現在呢 是一起 站在了一起 但是呢 站在這個螢幕的最左邊邊 好 兩個人看起來非常有話聊喔 現在就一直在持續的聊天 好 看到現在呢 大家正在進行這個排列組合喔 可能這個比較嬌小的選手呢 就先往前面移動 或者是這個先蹲下來 讓大家都可以有這個露面的空間 好 現在看到在這個王杰玲身邊的呢 就是這次奪下銅牌的這個李孟遠選手 是搭乘國際航空的航班抵達了討人機場 他們都掛著 現場有好多的鐵粉喔 大陣上的熱情街機 他們回到台灣的中華健兒呢 包含就是畫面上您看到 男雙 羽球男雙的金牌得主 林楊佩 李楊還有王麒麟 他們呢 兩個人同時是掛上了榮耀的金牌回來 還有呢 看到掛銅牌的 是這一次勇奪銅牌的設計好手李孟遠 他也在現場呢 跟大家一起合照 當然呢 還有現場的球迷都很關心的 羽球一姐 小黛黛之隱 好多人幫他來喊口號 再來羽球一哥 周天成 他們呢 現在選手正在進行大合照 而現場的球迷呢 也都非常的興奮喔 大喊說 你們都是第一名 還有呢 球迷特別帶了書啊 照片 筆記本 都是希望可以拿到選手的簽名合照 當然呢 現場的中華健兒 還包含了射箭隊的全隊喔 今天也搭乘同一架航班 回到了台灣桃園機場這邊 包含了射箭隊的選手 湯志軍 戴宇軒 林子祥 還有雷千瑩 而另外呢 李孟遠 田家珍 吳嘉穎選手 也都一起回到了台灣 接受呢 台灣球迷熱烈的歡迎他們 是英雄式的回國了 而且呢 可以看到 大家拉起了布條 寫說O-Win一起成為中華隊 現在大合照之後呢 選手要來進行聯訪了 我們再來看一下 桃園機場目前的最新狀況 正中間再一次 正中間再一次 有耶 好 看到現在呢 誰是第二批返台的選手們呢 是拿著這個布條 然後呢 再跟所有的球迷粉絲擺POSE來合照 我們是不是也讓我們的部長 跟大家說幾句話 部長 好 現在看到呢 像在剛剛比較前排的呢 就是這一次這個成績比較亮眼的 包含像是林洋沛 奪下的是這個羽球男雙的金牌 這也是這個我國奧運史上 首次二連霸的組合 非常的感斷 而現在呢 他們現在呢 在接受大家的合照 我帶你們吧 牌照 他們說嗎 然後 剛剛應該是一個中華奧客的 你們要不要不要 只是一台小車而已啊 在巴黎會台灣 坐得最紅的一個 超級好的 超級好的 真背色 我是來看白智宇 白智宇 他在坐高鐵掌 他在後面 都讓我每一位台灣人引以為榮 引以為好 我剛才也特別提到 因為他們堅持理想 然後跟隨著教練 一路走過來 他們的所有的奮鬥 所有的努力 能夠把他們的一個奮鬥 跟生命所有的一些 面對這個許多的挑戰 他們 勇於接受挑戰 然後 能夠在 巴黎 這一個運動 競技場上 讓全世界 看到台灣的貢獻 我想 我們每一位 今天來這邊接機的 活著 我們所有的媒體朋友 都 我相信都跟 李洋 還有 王麒麟 這一個 前天晚上 是不是 大家守在這一個 電機 電視機前面 我相信我們都是 熱血澎湃的 能夠看到他們 創造了 我相信在 2P的中華對勁的人 回到了台灣 稍後有進行聯合訪問 我們在隨時為您 插播桃園機場的最新現場 套運的金牌